狗狗体温多少是正常 孙嘉诚 职业手医师 对于不同年龄阶段的狗狗来说 正常体温 它没事有所变化 这里我们可以分为三个年龄阶段 首先是幼龄群 也就是说 0到4个月之间的狗狗 由于这个时候 身体的新生代谢会比较快 所以平均体温在三个年龄阶段中是最高的 正常体温平均在38.5摄氏度到39.5摄氏度之间 接下来是大于幼龄群 小于老龄群 也就是年龄阶段在4个月以上 7岁以下 由于这个时候 狗狗身体既能代谢相对稳定 代谢率并没有幼年时期那么快 所以正常体温范围应该在38摄氏度到39摄氏度之间 最后一个阶段是老龄群 也就是年龄大于7岁的狗狗 由于这个年龄阶段 狗狗体内的器官都在老化 代谢能力进一步衰弱 并且很有可能出现了脱毛 导致身体的保温效果并不是那么稳定 所以说这个时候体温是在三个阶段中相对来说最低的 平均温度在37.5摄氏度到39摄氏度之间 同时对于体温的偏差 与我们测量部位也是有着密切的关系 通常情况下 我们说狗狗体温是指腔体温度 也就是指口腔 耳道 直肠等部位的温度 但是即便是腔体温度 也是有着细微差别的 比如说像 耳道的温度在通常情况下 就低于直肠的温度 所以说 这个问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 以实际测量为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